想赚钱不要做照服员 宋宝林说他们的笑容是最大安慰 失利抱起全身扭动 无法行走的戴小姐 就像细心呵护自己孩子的事 58岁的宋宝林 她是照服员 这份工作辛苦 薪水又低 一个月才26000到28000 却不影响她服务的热忱 她本来是会计 孩子大了就口路照服员工作 一转眼就11个年头 她一个月要服务 七个卧床行动不便的 中重度民众 一天平均要到两三个人家中帮忙 这就是她的日常 以2月8号这天来说 台中只有12度的低温 早上7点她骑车出门 二三十分钟后 到一名中风瘫痪的 84岁老奶奶家中 帮她洗澡附建清理居家 两小时后 她又骑车赶到下一个个案家 这是一个煮着拐杖的老妈妈 独立照顾罹患无导症 已无法治理的女儿 她进门后 帮老妈妈洗衣 晾衣 接下来就是女儿 擦脸 做运动 然后做完我们检查看看她有没有大小便 清理后 煮粥喂食 水不能太多 可是太硬她又没办法 像有点蔬菜类的 她就会渴呛到 她在这里的三小时 老妈妈终于有喘息的时间 时间总是不够用 下一个个案还在等她 下午她到一名有帕金森和病膀胱癌的老妇人家中 陪她聊天散步等 凡众又吃力 一个月却领不到三万块 以我的工作内容来说 因为如果都是接重症的 当然我会觉得说 她是吃力一点 但乐观的她说 只要看到被她服务的人 脸上的笑容 就是最大的安慰了 动新闻真的是做功德 报导